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那今天的话我们大众的占卜测验题目就是 我的二月份的好运与坏运 我的二月份的好运和坏运 好 那就心里静下心来 然后选择你最有感觉的那一张牌 那由左至右 我的二月份的好运以及坏运 选好了吗 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大众占卜咯 我们来看到就是选到这一组牌的朋友 那么你们二月份的好运以及坏运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在这边验证牌的部分 在验证牌的话就是你们现在的 就是一月份那个生活的状况 那这边的话我们透过牌面上可以感觉得到 就是在一月份的你们的一个生活情况下 大部分来说是对于工作或说是对于职场 或者是说对于职场上的环境 或是你个人的一个能力上 你觉得是有一种自己一直以来都这么努力 但是总是好像看不见 或者看不见所谓的成果 或者是说没有可以得到自己所想要的成果 或者是没有达到自己内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 于是其实你在你在对于说 你们一月份的生活的状况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来做了那么多的努力 或说自己来在某些领域上面的话 你其实有做了相当多的付出 那你其实也一直都有想要去做一些的改变 或者说想去做一些的调整 但是无论你怎么做 可是你却好像看不到 或说得不到你真正所想要的那样的成果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说 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就好像是付诸于流水 然后你在对于说自己的 一个职场上的环境 或者说一个工作上的状况的话 你的那个想要换工作的念头 它真的是越来越强大 那个信念的话 或是说那个想法 一直不断就在侵袭着你 或者是说一直会让你觉得说 好像就是真的应该要换了 就是说其实如果说等春节 或者是说等年后之后 你就会 你就会开始会付出行动 或者说你真的就会开始想要认真去找工作 那其实你自己也对于说换工作 其实你算是这么想 但是你也没有一个 十拿九稳的一个可以换的一个态度 因为你是觉得说可以换 但事实上如果说真的要叫你换 或者说要你真的去选择其他工作的时候 你好像其实你也不太确定说 自己是不是能够真的可以很顺利找到新工作 但是无论是不是可以 可是你现在的一个念头的话就是 你觉得自己应该要换工作了 那其实在这边你职场上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在一月份的你 应该是说你的公司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说可能你的薪水 或者是说你们公司的制度 有重新做过调整 或者说在公司上面的话 你可能没有达到 应该是说你有达到 你有达到老板所要求你的部分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得到 你觉得你应该得到的一些的奖励 也就是说虽然公司 有可能制定了什么样的一个门槛 那这边看到说有的人虽然达到了 但是却公司所给你的东西 却是不如同你当初所预期的那样子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 大部分的有可能是领年中了 那年中的数字可能对你来说是相当的不漂亮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自己在过去一年做了那么多努力 可是却没有 那也这边也有的人是可能尾牙跟春久 那可能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你会觉得说公司的取消后的 一个配套措施却非常的差 所以因此就其实对这种公司的话 它有一些的制度的方面 你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 甚至你会觉得说 对于说这样的公司 就是说现在的自己的一个生活 工作上品质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差 然后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的状况 所以因此你就会想要换工作 然后或是真的想换一个环境 好以上话就是选到这一组牌组 你们验证牌部分 那如果说有符合到你们一月份的一个生活状况 或是工作上状况的话呢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 好那我们来接下来看到 就是在你们二月份的一个好运 跟坏运的部分 好那这边的话 其实在二月份的好运 痒痒会觉得说 其实在二月份的话 或许是可能跟春节有关啦 那其实选到二月份的你们 大部分的话可能是都有机会 可以跟家人有更多时间可以相处 或者说可能会非常的享受 跟享受在跟家人之间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空间 或是说那个时光 但是其实在二月份的话 你们会可能会有一大笔的收入 或说你们可能在于工作上的成就 会有相当好的不错部分 或是说有的人在二月份的话 会容易会有个意外之财 如果说你在一月份 你没有得到什么 比较大笔的金额的话 那其实在牌面上会可以建议你说 在二月份的话 如果说你可能有做什么样的投资 或说你可能有在对于金钱这部分的话 如果说你有 应该说二月份你会容易有意外之财 所以如果说你有去做投资的话 它也很容易会有所回收 这是另外一个含义 那所以这边的话总共有两个含义 但是其实在于说好运的部分的话 就还是对于说 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所谓太好的一个部分 你可能这部分是比较令人觉得很惋惜的 但至少在一个经济的部分 或者说在于时间上的部分的话 你会有比较多的充裕的时间 或者说比较会有意外之财 或者是会有比较充裕的金钱可以运用 那么在你们坏运的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在排面上可以感觉到的话 就是在于坏运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会有比较多的突发的状况 或说可能会有一些的突发的事情 然后会让你觉得很心烦 或说可能会让你觉得说 生活中的步调 或是说生活中的一些的脚步啊 或说习惯怎样重新改过 或说可能要重新的去调整 所以其实在于二月份的话 好运的话就是 其实你会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陪伴下 或是你有更多的钱 那怀孕的部分的话就是 你要去适应新的生活的模式 或说生活中会有很多突如其来 你所没有碰过的事情 它需要你去做 而且也只有你可以去做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焦头烂额 或说会觉得心情上面的话 真的是会还蛮差的 或是说真的会有点不开心 好 那我们先来看到就是 那在怀孕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怎么去做 或说你可以怎么样去 做一下调整 然后来让去摆脱这个怀孕 或是说来去解决它 那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在排面上 也可以感觉到说 如果说你这边是有另外一半的话 那你可以多去请教它 那如果说你现在本身是 单身的朋友的话 那你可以试着去找有经验 或者是说 可能是一直来是比较年长的女性 或者是在你 或者是她的经验是比你还丰富的人 不一定要专业 但是她可以比你还丰富 你就可以去问她 或者是她的内心的心智 是属于比较成熟的人 你可以去请示她 然后她会给你一些还不错的建议 然后要千万记得就是 要如果说你要去摆脱这个怀孕 或是说你要去稍微改善这个怀孕的话 那你也不要做的太多 或说你也不要主动出击 不要主动出击是这个最特别重要 因为你在其实主动出击之前 你一定要先询问 比较有经验人的一些的想法 或是说他们的给你的建议 那或许他们所给你的建议的话 会跟你原本当初你觉得比较好的方式 是会有所出入 所以其实在这边会记得说 你就是先不要太冲动 然后就是先静观其变 然后就是去问有经验的人 比你还丰富的人 经验比你还丰富的人 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 或者说他们会把你所想要去做的那一件事情 去帮你做个稍微的调整跟修正 会有个更好的方法来协助你 或是说来帮助你 好 以上话就是选到这一组排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也希望说在二月份的你们可以顺顺利利哦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 我们来看到就是选到这一组排组的朋友 你们二月份的好运以及坏运 好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在这边验证排的部分 验证排的话就是你们一月份的一个生活 或者你们一月份的一个在生活上面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的话我们从排面上 比较可以感觉到说可能在一月份的时候 你可能有跟别人有起口角 但是这个起口角的话可能是跟你比较亲近的人 或者是说有伤害到你弊异关系的人 那你现在其实在对于所谓的事物上面 或说就在一月份的时候啦 就是你可能在对于所谓的事物上 或说所谓的公平上 你会特别的着重 或说你会特别的不爽 为什么要这么的不公平 那在一月份的时候 你其实会大部分时间 或是说你可能在与有空的时候 你可能都会喜欢自己一个人静静 那或许有的人会喜欢跟所谓非常熟的朋友 一起出去 或是说会一起吃饭 或是说会一起聚在一起 就说在于一月份的你们生活状况 其实你们也是因为 对于说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感到相当的不信任 或说是有感觉到相当的不舒服 然后或者是感到相当的失望 所以其实你会希望说 不要再有任何东西来打扰到你的心情 所以你会非常的着重 或是说非常的琢磨在于 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说去 你希望说可以过一个有品质的生活 也就是说你会为了这个所谓你的生活 或是说以你的心情为主 你会以这个方便化去做考量 或者说去对于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去做一个判断上面的准则 那其实也是因为你会认为说 这个世界残害了你 那么你就不想要去回报这个世界 你会觉得说既然世界对你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你却还要为这个世界付出 所以你希望把所谓的自主权 或者说把所谓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传达传递 或者是说一个精神上的归宿感 你会希望说回到自己身上 不要再去期望他人 或说不要再去指望那些你想要去相信的人 你反而会觉得说 本来就已经让你相信的人的话 你会觉得就是非常的OK 你会觉得就是可以信任他们 那如果说有的人是你希望你可以去相信他 但是他却总是让你去失望 所以因此你就会觉得说 那不如就是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就是选到这一组牌组朋友 你们一月份的一个生活的情况 好那如果说符合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们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能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咯 好那今天来看到就是在于你们 二月份的一个好运 二月份的好运的话 就是你如果说一直来 你可能有规划什么样的事情 或说你一直以来有做什么样的计划 或者说你可能一直以来 想要去做某一件的事情 那么你就有可能可以去实现 或者是说有可能去可以达成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大部分来说是跟所谓的梦想 或者说是跟所谓的目标有关 那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 第三个可能性的话 就是有可能在对于跟喜欢的人的部分的话 你们是有机会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说可能会有进一步的 一个进一步的相处的机会 或者是说可能会比较有机会 可以一起单独出去玩 或者说两个人可以有更多的 单独相处的时光跟时间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选到这一组拍桌的朋友 就真的蛮恭喜你们 就是你们的好运的话 就是会可以容易心想事成 所以这时候就要看说 你们一月份的时候 有酝酿了什么样的情绪 或者说你们在一月份的时候 有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目标 那就在你们二月份时候 是可以很容易的达到 就是说外界的环境会去来帮助你们 以及就是你们自己本身 也会有那种干净 或者说可能就会有那种的冲净 或者是说你可能也会有那样的计划 然后就想要去执行 那去执行之后 因为有宇宙帮你嘛 那么你就是会变得更加的容易 可以达成 好 那今天来看到就是在你们二月份的一个坏运 是怎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坏运呢 那这边的话 在你们二月份的坏运的话 在于经济上面 可能会过得比较拮据一点 或说可能在经济的部分的话 你会有一些的时间 你可能需要去赚更多的钱 或是有人可能有买股票 或是说有做什么投资 那这时候你们在二月份的时候 可能就要去把那些钱给拿出来 所以刚刚有没有提到 就是说在你们的好运部分 是在于你们的目标 但是跟业绩是无关嘛 所以在你们坏运部分 就是你们的业绩的部分 跟钱有关的东西 它反而会造成你很大的负担 或是说它会造成你很大的一个困扰 会让你觉得说 对于钱的这部分 你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或是说你没办法去掌握到 你手中的钱 所以因此你就要特别留意说 在你二月份的时候 你的坏运的话 就在你的经济状况跟财务的部分 所以有买股票啦 或是说有做投资的话 你们真的要比较注意 那如果说你本身是有开店生意的话 那么你要留意就是 你可能会损失一大笔的金额 会让你比较难去承担 甚至有的人 可能在二月份的时候 店会倒 所以你们要 要特别的留意这个部分 好 那么它就是 如果说在二月份的时候 你要怎么这样去 面对你的坏运 或是你要怎么去改善 或是去帮助你 这边的话会告诉你说 当坏运 或是说当你不好 事情发生的时候 千万记得不要放弃 不要收手 但是你要改为是用一种比较稳定 或是说 用一种比较 用一种 比较能够去缓慢前进的方式 就是说你要稳扎稳打的方式 去往前走 而不是说 因为觉得说你要失利了 那或者说你可能就损失了什么 你要准备收手 希望可以止血 这边反而会建议说 你不要因为看到眼前的 那样的状况 就有时候害怕 因为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光跟时机 然后你可以稍微降低 想办法降低你的风险 或是说你不要投入那么多的资金 或是不要投入那么多的金额 那就是稍微 就是比如说你营业日 你就可能可以需要减少一些 或者说你可能要再多增加 或是多扩展 或是说在多一些的行销通路上 或是说在开发新的产品商品 让别人可以更加看见你 那其实在A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补救措施 它的成效会非常的缓慢 甚至会缓慢到让你看不见 但是它的缓慢是还是仍然有在成长的 但当然有的人的话 可能会出现起起伏伏的转换 因为我们毕竟这边有一张 雨泽牌的逆位跟月亮牌的正位 所以其实在你们一个在准备 在执行一个补救措施的这个部分的话 好一点的人会缓慢的成长 会缓慢的回来 回温 回升 但是如果说是运气真的是插到谷底的话 你们就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它就是一个波浪行的这样的状况 但是波浪行的幅度是会越来越小 你可能在A刚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一点心脏 或者说你需要一点的 那种冒险的精神 然后去面对这样的挑战 那其实在你在碰到那样坏运的时候 其实你是会有方法 或者说你是可以想得到说 你应该怎么做 但只看你要不要做 或是说你愿不愿意去做 所以这变化是比较特别 是你的宇宙水平没建议的话 就是你的补救措施 你可能就是要特别的小心 或者说你可能要特别的留意 去做一个执行 然后在于你自己本身信念的部分的话 千万记得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 你要沉下去就对了 好 以上话就是选到这一组排阻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那如果说有帮助到你们 或说你们有所公平的话呢 请接着帮羊羊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在影片的左上方 用羊羊的联系方式 这边就可以联系到羊羊 可以跟羊羊预约个人的付费占卜哦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 选到这一组排阻的朋友 你们二月份的好运 以及坏运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在这边 验证排的部分 验证排的话 就是你们一月份的一个生活的状况 那在这边的话 从排面上可以感觉到说 其实在一月份的你们 生活或者是心理的状况 你们其实是相当的混乱 或者说你们其实是相当的郁闷 或者是相当的沉闷 然后或者是总是会觉得说 心情非常的不好 总是睡不饱 然后又总是跟别人吵架 或者是又总是好像想到了什么 但又很快的又忘记了 就是在一月份的你们的话 在于一个相处上的状况 虽然你们在可能面对有一些事情上面 或者说在工作上面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真的蛮成功的 或者说有时候 你的提案 或者说别人所对你的行动上的表现 或者说对于你在执行的能力上面 他们是觉得对你非常的赞誉有加 但是呢 在于人际关系上面的话 却好像你有被黑锅 或是有被别人给陷害 或是说你有发现小人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 那在这边的话 其实也看出来说 有的人会直接的去找那个人对杠 那有的人的话 就是会用其他的方法 然后去制裁那一个人 就是说你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那在这边的话 你们一月份的情况的话 其实不管怎么样 你是用一种比较撑下来的方式 就是说你有点像狗烟残喘喘的 一直在活着 每天很努力的在活着 就是你在于人际关系上 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在一月份是有被分手 或者是说有被断联 或者是告白被拒绝 有的人也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或是有的人在一月份的时候 可能有碰到前任 或说有跟以前喜欢的人有联系上 但是可能对方已经有实惠啦 或是可能对方现在有其他的心仪的对象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 那这边的话 就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你们可能真的是有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真的让你可能比较难以接受 所以其实在于你内心之中的那个悲伤 你是把它隐藏得非常的好的 那这边的话一月份的话也有的人 可能是有一些新的一些的计划 那可能就是有跟别人想要去讨论什么样的事情 那恭喜你就是有角逐出 就是大家以你为主的一个情况的状况 好 那这边的话就以上选到这一组派出的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部分就是蛮混乱的 蛮复杂的 但是就是综合来观的话 就是说跟你们一直以来以往的生活 有些落差 这落差就是在于说 你们一月份既悲伤 然后又好胜 所以你会把你的悲伤藏得非常的深 不会让别人来轻易来安慰你 但是你又会 就是在你外表是感觉让人觉得说 你是相当的有活力 或是是相当有想要争输赢的那种的感觉 好那我们来看到就是 如果说符合的话 我们就去往下看 就是你们的好运在哪 如果说没有符合的话 可能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派出咯 好 因为他就是说如果说有符合的话 那在于说你们一月份 对不起是二月份 二月份你们的好运在哪里 二月份的好运的话 这边比较多是在于说 如果说你本来就只有可能啦 你们在二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个灵魂伴侣 或者是双生火焰 或者是前世情人 或者是一直以来 对你来说影响非常深的人 或者是在某个专业领域上面 是你非常崇拜 或者说你一直很希望说 可以学习到更多事情的事物上 会有那样的专业的人 是出现在你的生命之中 那你就会有机会可以跟他交朋友 或者说有机会可以攀谈 或者有机会可以跟他再讨教一些的事情 所以在二月份里面的话 比较多是在这个部分 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是在身心灵的部分的话 会有一个相当大的提升 所以如果说在二月份你可能想要学什么生心灵的东西的话 其实会非常建议你 你会学的还蛮快的 那你也会有一些的机缘 或说一些的机遇 可以让你学到更多 或说可以去提升你自己的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在这边二月份的话 你的灵魂它会唤醒你 或说会唤起你 但是你要记得 就是在你二月份的时候不能懒惰 或说不能太过于优柔寡断 如果说你太过于优柔寡断的话 就是在你二月份的时候 你会错失掉这个好运 这个机会 所以无论如何 就是选到这一组派出的朋友 你们穿起了就在二月份的时候 不要懒惰 就是如果说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主动出击 你一定要主动去把握 然后你一定要主动去学习 这样的话你才会有机会 在把你的一个好运的部分 把它发挥到零零尽致 好 那接下来看到就是在于说 你们二月份的一个坏运 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在二月份的话 你们的坏运 比较多有可能来说是 在于感情上的不和睦 这个感情的话 大部分是所谓的另外一半 那少部分的 有可能是在于人际关系上面 也就是说在于二月份的里面的话 会有容易出现情敌 或是说可能会有容易出现第三者 或是说会容易出现 就是在感情上的竞争者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 也有可能是在二月份的你们脾气上面的话 会比较难以去控制 所以其实在面对可能自己心仪的人 或说在面对人际关系上面 会容易有那种不安感 那种不安感之后 你就很容易可能会发脾气 或说你可能很容易会板着一张脸 或是说你很容易会把你自己 变得比较让人感觉很严肃 因为就是在二月份的话 你们的一个坏运的部分 就是在于人际关上面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这边会影响到你的桃花运 那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运 或是说会影响到你在谈生意的那种气场的氛围 也就是说在二月份的话 你们就是要特别留意 就是不要跟别人起口叫 或说不要去约束 或是说也不要去管束 太多的事情上面会容易 不仅让你很绑手绑脚之外 同时也会让你觉得 好像别人都一直不把你当做一回事 或说别人所做到的东西都会一直不让你 会让你觉得说没有备受尊重 或是说没有达到你内心中所期待的那个样子 那这样就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们要特别留意 就是在二月份的一个人际关系上面是 你的坏运 好 那这边的话宇宙主给你们的建议 就是你们该如何去避免掉 或说该如何怎么做才可以摆脱这个坏运呢 这边以盘面上显示牙牙牙会觉得说 不要对他人有所期待 如果说真的发生让你觉得说对方会让你真的没办法接受事情的话 你就闭嘴 你就是都不要讲话 就让对方去做吧 反正他吃亏是他的事 就说你不要因为想要去看不惯 然后就去做 你就是让他去 他反正他怎么样就随意他 他不要去伤害到你就好了 然后你就是静静的看着他怎么做就好 你不要去安慰他啦 或说不要为他去做什么 你就是说 嗯 哦啊这样子 也不是敷衍应该说就是好好的听 就是听 当一个聆听者就好 然后你就是可以尽量的 让你自己心平气和 或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变得比较平稳 然后让自己不要可以去想 让自己不要想的那么多 然后在于这样2月份 人际观上面的话 或许在人际观上面这边会发生 让你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或说会让你觉得相当委屈的事情 但是这边是要告诉你说 忍住 然后不要去 你不用你真的不用多做解释 因为多做解释 没有人会想要听你讲 反而反而有可能会越秒越黑 所以这边宇宙会建议说 当发生人际关系上面 会让你觉得相当不舒服 或是说让你背黑锅 或是说没有人想要听你解释的话 就随他们去吧 因为等到时间到之后 宇宙自然会让你们之间的误会 或是说你所发生的事情 会有所解释 或是说会有洗白的机会 但是在前面会有段时间 你真的需要耐心的等待跟等候 然后也不要去期望他人会对你付出什么 或是说也不要期望他人 会为你洗白 因为他们不会那么做 甚至他们还可能会扯你后腿 然后反而就让你变得越来越黑 所以这边要特别的留意 然后就给你们当作参考 好 另外以上就选到这一组排阻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的左上方 对羊羊的联系方式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